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七大罪这个动漫偶 前一阵子我刚一口气追完四季 突然发现原作手游国父伤心了 我正好是兴致最高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下载过来 并打算自始至终不克金 也就是宁克 我想试试宁克在这个游戏能不能获得好的体验呢 那好 新游戏启动 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是回合制卡牌类的 操作很简单 主要讲的是战术和阵容搭配 每个上场的角色都有两种类型的卡牌 每种卡牌功能也有区别 大致分为进攻 增议 简易 以及反制等几种类型 相同的卡牌碰到一起还会进行融合进化 最高强化之三星 战斗中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能量 满能量的时候即可发动毁天灭地的大招 你看这个人的大招 真的是压迫感十足啊 再跟着剧情走一下 剧情也是相当的还原 沉浸感十足 过主性时简直就是看翻的享受 当然这个游戏也离不开抽卡 获取新角色最快的办法就是抽卡 福利也是相当的不错 我这才玩了没多久 很快就攒了十抽 抽卡的动画居然也这么的热血 说实话有点小震撼 那就看看第一发十年能出些什么吧 第一发十年就出了个SSR 也就是品质最高的角色 瞧瞧我发现了什么 千到二十八天居然能送顶级人群角色 看来宁客眼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了 游戏里的关卡也非常的丰富 即使过完主线 当前的关卡也不会荒废 周边还有许多的支线关卡 以及隐藏剧情等着你去解锁 可玩性真的算非常高了 就这样我不断的过主线 过新手指引 把能拿的奖励全部都拿完 抽卡抽卡抽卡 这个保底还是蛮快的 下一发十年又能出金了 看看会出什么吧 这次的抽卡动画居然还发生了变化 无敌的奥曼达也来帮我消灭了怪物 哇这是双金吗 哇靠真的是双金啊 玩隔壁的某二字手游从来没出过双金 因为刚玩这个游戏我也没有研究太多 总之先给所有的SSR角色装上最好的装备 然后强化一下 现在我的阵容搭配是这样的 虽然也不知道合不合理 但是前期勾勇就够了是吧 这个伊丽莎白能让佩奇喷火 看起来好喜感哦 斗士班能够减少敌人的攻击力 并拥有较强的单体伤害 而团长能够和伊丽莎白发动组合剂 直接召唤佩奇的妈妈压别敌人 威力果然很大 就这样 前期的每一场战斗我都轻松获胜了 当然这个游戏的玩法还不止于此 你还拥有自己的酒吧 可以把它当作养成金一类游戏玩 在战斗之前 你还可以借用其他玩家的角色进行战斗 我随便借用一个高等级的角色 战斗速度比之前要快多了 那好吧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体验了半天 这个游戏的福利是真的比较丰厚 银客玩家也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 我也没有干太久 后面或许还有不少的玩法等着我去开启 作为一名因为原作而入坑的玩家 我对这个游戏还是非常满意的 大家也不妨来试试 当个休闲的附游玩玩也是不错的 那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